习皇叛与欧美恢复关系 却逼人民深陷经济危机 中共本届二十大让世界难忘的经典 恐怕就是胡锦涛被嫁走的眉目 中国以外的媒体无不对此细思极恐 只能说胡前主席当初裸退助习掌权 没料到如今却被当众嫁退何其不甘 但只要从习近平布局的政治局常委 六人全是习家军就已说明了一切 而成员中除了习近平外的第二号人物 则是尚无国家治理经验的李强 却因他主持了今年上海最严厉的封控 造成上海粮食短缺及经济严重衰退 这般表现因而获习皇帝赏事提拔 等等 这逻辑听起来怎会如此荒谬 答案就在于李强乖乖的奉行亲 所以对于把党内都清洗一轮的主席 此等完全听命的忠诚自然给他上位 但最恐怖的是数十年来的核心领导层 从未有过情治投资入局的历史也被打破 至于与经济相关的各局首要高官 改革派的不是特休就是预料将被换任 全都显示了习皇以不惜牺牲经济为代价 作为加强巩固自己政权安全的手段 尽管像富士康员工或大学生逃难事件 也让中国民间认为是反政府的力量 但中共当局只要持续接疫情来封痛 便能逼得胆敢冲撞的百姓更酷不堪言 回顾1987年邓小平踏出的改革开放 如今打压党内一己的习近平反开倒车 攸关国家经济的投资、消费、出口 仅凭习皇一人专制之力皆全盘衰退 而如今出行印尼亲自对欧美领导人 唱题相互合作停止彼此制裁的习近平 怎没提及明明是自己先与世界为敌的啊 大国担当发挥引领作用